好来看到今年圆明会是审核通过了50个新设的部落文件站当中 花年全县总共有11个新站成立 其中瑞穗乡分别是有瑞北以及纳鲁湾两家是核定通过 那么在19号的上午呢 纳鲁湾部落文件站是办理了接牌仪式 从全国100个争取设立部落文件站中脱颖而出 瑞穗乡纳鲁湾部落文件站由索惠首长陈敬光陈六安 部落头目陈富贵等地方各界共同拉下红布条 欢喜开战期盼永续经营照顾部落长者 我们纳鲁湾都非常羡慕 是他顾获有这个文件站的成立 结果这段时间呢 真的是我要谢谢 代表林芬他从推动发展学会 把一手推动一直到这个文件站的成立 他真的是付出的时代很大 还有我们刚才另外一个我们理事长 由于部落头目以及族人倾线其他部落 向代表林玉芬领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带领纳鲁湾部落头目干部及族人 整备努力争取 今年获得圆明会审核通过设战 地方各界也都相当敬佩 接牌活动中也给予最大的祝福 感恩跟喜悦的日子 听到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头目 对很多人的一个感谢 从中央到地方 尤其最重要的就是策划成立的这些干部 公所对于所有的文件站都是以部落发起为主 只要部落愿意来启动 我们公所一定会全力的来协助 能够大家多出一点心力 就可以让我们的老人能够获得多一点关怀 就能够过得更快乐 在这里再次祝福我们的文件站 能够长长久久 永续经营 我们的这边的老人 能够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美满 111年度全国新设的50个部落文件站中 华联县内共有11个脱营而出 而其中瑞瑟湘分别有瑞北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纳鲁湾部落发展协会两家 核定通过 新站初期硬体设施设备白费带新 工部门等相关单位也都将协助逐步改善 改善计划里面有200万的额度 也希望说当然中央是希望 连我们现在往后在我们议员的监督之下 是好好地利用这笔钱 好好地改善我们的设施 好好改善我们的设备 来照顾我们部落的长者 从三月中旬开站至今 才正式举行接牌典礼的纳鲁湾部落文件站 有两位照服员一名除工 目前站内核定人数为24人 然而包括送餐的长者在内 实际服务的人数有将近30人左右 虽然人数超标 但是部落协会理事长叶朱军表示 仍将全力照顾部落长者 让他们健康快乐地变老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